那也有一位师兄啊 就在给这个栏目组的来信当中说啊 他说呢 我通过听课和自己的经历 感觉自己对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和轮回的痛苦 感悟其实都挺深刻的 就是通过只是听课啊 就觉得已经有了出离心 他想请教一下您 不知道这样子这个 只是通过听课而得到的出离心 是不是真实的 还是说自己有点这个 骄傲自满之后的错觉啊 如果说他觉得自己已经有出离心的话 还有没有必要再去修四加行 首先第一个 这个应该是真实的 因为还没有修 但是呢通过听和通过思考 也可以有出离心的 比较容易承受出离心的话 出离心菩提心都有可能这样子 所以这个应该是真实的 第二还有没有可能修呢 也有可能修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因为这现在就是理论上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出离心 但是呢如果不修的话呢 那这个有可能以后呢 也就不会在这个 他真正的这个生活当中 去到太大的作用 因为他这是理论上的一些 一些一些人士啊 还没有这个修心呢 深刻的去 就是说深刻的体会 还没有这样子的这种体会 所以这个需要公骨 还要这个继续修 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 本来这个修出离心 修菩提心 修什么心 它本身也就是很有福保 很有功德 所以这个方面讲的话 也有必要 所以这个他还要继续修 大作还是要继续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